2020年4月10日圣周五救主受难纪念弥撒读经分享 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名叫独楼的地方西伯来话叫哥尔哥达 若望福音十九章十七集 分享 耶稣甘愿为世人承担罪债接受苦难 当他背起十字架上哥尔哥达山时 他不向伊撒格并不知道全凡计的羔羊在那里 耶稣知道自己就是亚巴郎所说的由天主供给的全凡计的羔羊 集习者若汉认出的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耶稣说过谁也不能夺去我的性命 而是我甘心情愿舍掉他 我有权舍掉他我也有权再取回他来 他告诉我们他就是握有生命主权的主 我们瞻仰信赖他在他内活出天主子女的模样 使天父的名寿显扬 若望福音十八章一至十九章四十二节 同时我们要效法基督服从天父的命 即使受苦也甘如頤 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是我们的光荣 伊撒伊亚先知书五十二章十三至五十三章十二节 耶稣基督就是天主恩宠的宝座 在他内我们可获得仁慈的天主赐予恩宠和福祝 西伯来人书四章十四至十六节五章七至九节 天父你的圣子基督清流宝血为我们建立了逾越奥基 求你念及你丰厚的仁慈永远守护和圣化我们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门 罗碧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